这是一个天才女孩,教练告诉她这盘鞋下一步应该走兵,没想到女孩直接飞了个马,教练崩溃了,告诉她你这样走会输的,女孩回怼道,我不会输,我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走。 随即开始一个人的表演,棋子在棋盘攻伐,棋局了然一凶,最后将军一气呵成,教练蒙在原地,末了憋出一句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,女孩叫斐欧娜,出生在非洲贫民窟,没上过学,但17岁就代表乌干达拿下国际象棋世界冠军。 在她12岁之前,她都像乞丐一样在大街上卖玉米讨生活,一次偶然,她发现一个会发光的男人,男人在给孩子们试粥,她站在门口想喝却又不敢进去,男人看到她,叫她进去。 弗欧娜太饿了,犹犹豫豫的进去了,她领到了一罐粥,喝了一口,她笑了,这堪比Chinese八宝粥啊,连罐子外面她都舔了个干净,吃完粥孩子们开始下象棋。 弗欧娜这才明白,男人是象棋教练,这些孩子都是她的学生,但最重要的是,这一切都免费。 为了这款八宝粥,弗欧娜也加入了学棋队伍,她的第一个老师是这个9岁的黑妞,黑妞一番充满激情的讲解,让弗欧娜对象棋产生了兴趣。 第二天教练亲自上阵,给大家讲棋路,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,对于教练来说,象棋能训练这群穷孩子的心性,磨练他们的品格,或许在未来还能助他们摆脱贫民窟的生活。 这个贫民窟的天才女孩齐路刁钻,搞得对手心神不宁,没走几步她就赢了。 教练问她从哪学来的,是不是偷看了自己的书,女孩说我根本不认识字,教练很吃惊,肥娜只学了几个月,就打败了班里的所有学生。 她绝对是象棋天才,国际象棋竞赛马上要开始,教练去替孩子们报名,但到了才知道,他们不接受贫民窟孩子参赛。 因为贫民窟的孩子会带来疾病,教练软磨硬泡,组委会主席为了让教练放弃,告诉她每个孩子四千元报名费,教练没有多说,立马回去筹钱,她冒着旧伤复发的风险帮人踢野球,一场五千,零零碎碎的终于把钱凑够了。 零零碎的孩子第一次进城,吃东西要用手,睡觉要睡地上,这群孩子苦惯了,教练看着心疼,第二天比赛,肥欧娜遇上了上届冠军,她有一些胆怯,冠军对肥欧娜也是冷嘲热讽,但肥欧娜一坐下就知道,这是她的战场,其他人都吓得差不多了,冠军后面来了一群支持者,进攻,防守,肥欧娜依旧不慌不忙,她抬眼看了一下冠军,冠军看着棋盘一声冷笑说道, 随即吃了肥欧娜一个棋子,肥欧娜知道她上当了,回了一句,然后连吃冠军两子,冠军开始着急了,她知道眼前这个女孩不简单,但肥欧娜步步紧闭,越战越勇,她已经从心理上击败了冠军,最终她获得了全国少年组冠军,但在极度贫困的乌干达,这种冠军头衔,并不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,回到贫民窟,她一家因为交不起房租,被赶了出来,肥欧娜必须参加 更大的赛事,来改变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,这一次她又来到了非洲儿童国际相机大赛赛场上,对面的女孩见多识广,向她炫耀各种大赛经验,肥欧娜跳马,女孩遗亡,肥欧娜犹豫片刻,决定回马,女孩则回王,肥欧娜看了一眼对手,立马送了皇后,女孩得意的说, 然后勇居吃掉了肥欧娜的后,看来对方上钩了,肥欧娜回了一句, 随即再次跳马僵死了女孩,女孩愣了,这只贫民窟战队过五关斩六项,替乌干娜赢回了非洲冠军,回到贫民窟,肥欧娜成了名人,她问母亲,为什么我赢了城里人,却过不上城里人的生活,母亲无法回答,肥欧娜向奇连提出,要代表国家参加奥林匹克相机大赛,此时她才15岁,在赛场上,她是最年轻的国家棋手,她攻势凶猛,长驱直入,但这一次,对方一眼看出她急于求成的心态,右低深入,反手为攻, 最终肥欧娜节节败退,输掉了比赛,再次回到贫民窟,她终于知道,几窝里难出凤凰,她就此一蹶不振,但幸好教练没有放弃她,教练告诉她,对于城里孩子来说,下棋只是下棋,但对于贫民窟的你来说,下棋是关乎生存的比赛,你的人生反转,只可能在棋盘里,这样的人生道理,对于15岁的肥欧娜来说,还太过深刻,但破落的家,贫苦的母亲,就像当初那晚粥一样,给了她动力,两年后,她再次走上国际赛场,出兵,街巷,所有人 并静静深的看着,起居如战场,菲欧娜脱掉鞋子,她就是那个裸脚狂奔的战士,一无所有,但无所畏惧,进攻,防守,菲欧娜步步为营,不给对手任何机会,对手慌了,其余着的破绽,菲欧娜卖了个破绽,对手顺势吃掉了菲欧娜的马,对手中招了,菲欧娜吃掉对方的鞠,对方回马,菲欧娜出鞠,真正的进攻开始了,你来我往,吃鞠拿下,终于菲欧娜露出微笑,小兵变后,她赢了,她 她给家人买了新房,告别了贫民窟的露宿街头,在这之后,她上了中专,获得国际奇连认可,授予象棋大师称号,她身边的每一个人,教练,伙伴,姐姐,弟弟,都在为梦想努力生活,这或许才是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